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反响非常的强烈 骂声一骗 你说什么了 因为我们说了郭美美 我们枪枪现在有微博 大家赶快上去骂去 但是千言万语 我给你这么总结 骂的一句话就是说 要是不聊红十字会 聊什么郭美美炫富 聊什么人肉搜索 那你就都甭聊 连累得陈丹青老师也挨骂 陈丹青老师的话 我给你总结 我断章取义 他的观点可以说就一句话 挨骂 他说什么呢 这种人肉搜索 让他联想起 他是过来人 让他联想起文革 然后陈丹青老师今天打电话 给我们说这几天 他这个电话都给打爆了 多少人 有亲人 有朋友 有批判者都有 所以陈丹青老师委托我们 向大家报告 他现在正在奋笔集书 他会在星期五出版的 南方周末上面发表文章 第一篇 然后下个礼拜五 南方周末 还有第二篇 就陈丹青老师会就大家 对他的意见进行回应 那么而且他听说是你们两位来 也建议你们两位可以批判批判的 大字报奇闻是有来有往是吧 必须得反批 然后我们再评点 不是 这个我跟你讲 就是我可以招任 就是说倒也没人通知我们 说这个红十字会这事不能聊 的确是我这个人 个人兴趣大于社会责任感 就是这个我看了一晚上 我这个确实是被对郭美美的这种人肉搜索 现场直播这种无穷的伪力 把我给震撼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件事情说实在在我心里的兴趣 当时我真没了解到什么民意 我觉得可以这么样的盯着一个人 无所遁形 就这件事引起我的感叹更大 所以我就挑这件事 我觉得可能我是不是也没给人家丹青老师把情况介绍清楚 就我也没给他说关键的一句话 就是郭美美这个事是什么呢 要不是因为他这个暴称什么红十字商会的什么总经理 不会有那么大的没有这么样的狂涛海浪 引起人们要不是人们对红十字会的这种嫌疑 也没这么大动静 这肯定差别很大 因为比如说我正好前些天在云南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 等我回到北京听到这个的时候聚焦点完全在红十字会这上面 每一次引起在网上引起最就是最大的反响的总是因为它炫富连到了某个点 比如说慈善或者官员或者权力 反正总是跟权力有关系的 这样引起大家就一下炫富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对权力的不信任 我觉得主要在这 再加上这个这次又更加就是刺激人的 就是说不仅是跟权力而且跟慈善有关系 那你就把所有的人的这种这个对这个善的怀疑 对公益事业的这怀疑 对以前的不透明立法全联一块了 炫富反而变成其次了 而且徐老师这个很多黑材料 今天整个专门穿了红衬衫 这变化太快了 我看了一点都没有 有看过 我先回应你们那期节目 有看过你们那期节目的朋友跟我说 说压力太大了 不让说 说三人一行你看必重就轻啊 我说大概事情没那么复杂 我说可能就是陈丹青可能并不了解这个事情的前后情况 只是讲这其中的一部分 另外呢也可以再来说因为现在这个网上群众运动啊 它有它好的积极的一面 但是任何事情它都可能有副作用 那么它可能比较联系到过去的历史嘛 它就讲了一点副作用 但是总体来说现在目前的这个网上就这次事件来说 这事件我也有关注啊 我看下来的第一个感慨就是人民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但是我对整个这个事件本身啊 我现在有一个看法 我认为这个事情基本上是 有一种猜想啊 我的猜想是操作出来的 谁操作出来的 比较有可能的是马萨拉蒂操作出来的 整个这个事件呢 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 郭美美 名誉 她的妈妈也被牵连 她现在的什么男女王军 所有叫王军的中国很多有钱人都 所有姓郭的当官的都害怕 那红车之商业红车之汇 所有这些公司什么 还有我跟你说 钟红博爱 还有一个这个爱马仕的竞争对手 策划 他要把这个品牌啊 彻底的庸俗话 二奶话有人说 我对二奶没有歧视的 所以你们想想 我们这个福尔摩斯的基本原则 一件事情当中谁得意吗 这里面我本来想想 爱马斯可能 谁得意 这次有人说网上都是福尔摩斯 那么这些福尔摩斯他们都得意 他们也不得意 他们就像你一样 他们的爱心和良心 不他们的爱心良心得到满足的时候 如果他同时他也有在做生意 如果他同时也是什么领导的女儿 他一面看 在满足道德正义的时候 他心里也害怕 因为想万一这样扫到我 我怎么办 我也信郭 这个 我怎么不是这么觉得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二 你说这个二奶 还真的是可能是就是有点二 我不相信他 照你那个说法 就是这个二奶也是关键的 这个叫马斯拉蒂的一个演员 那是什么孔子约 孔子不是孔老二吗 孔子约见过二奶 没见过这么二的二奶 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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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猜想 我的猜想 一是马斯拉蒂的一个精心策划的广告 所有人都在配合他 我的第二个猜想是 郭美美是反贪英雄 卧底 他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反腐 防贪的这个事业 他做出的贡献是没人能比的 对 他牺牲自己的精神肉体各方面 这是卧底啊 这是潜伏啊 你知道 对对 徐老师这个小品文做得不错 对 这这么小品文的 你们不觉得是吗 不是 但是说正经 一脸正经 徐老师 我说的就是正经啊 对 是 你说的很正经 我跟你说点不正经 你们就是不相信 敢笑了 坏笑出来 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就开始怀疑你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美女肯这样做 真是不容易啊 你知道 徐老师最近跟我一样 刚做完心脏检查 你知道吗 对 我就跟你说呀 我 你们都不相信 玩的就是 为什么做这个节目 做了十几年 我就落下一个心脏病了 我这个前一阵这病啊 用一个话可以形容 就添了点赌 血管赌吗 不就添了点赌吗 我告诉你 就是我觉得就是 几乎任何一个我们社会 现在的这个激烈的这个话题啊 站在我 坐在我这个位置上 最后的结果 都是添了点赌 你说我是什么观点 我跟你说 我的观点就是没观点 那么你说我 我什么立场 我的立场就是没立场 你要非说我要有观点 有立场 那就是像赌车 回回都赌车 我就是说 我得给大家 我们赌赌三人心 对 我给大家讲实话啊 我不知道这个陈丹青老师 在南方周末上 他会怎么写他这个观点 听说他还挺捍卫他的观点啊 那我是捍卫他发表观点的权利了 是吧 但是我就说啊 我至少有一个部分 是同情他的感受 对我也是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得这么讲啊 其实观众朋友 你们这样交往我这个朋友放心啊 我如果错 我水平低 你们可以批评教育我 但是呢 你可以相信我说的 是我当时想的 这确实是当时想的 这怎么办 对吗 好 我半夜的时间 在看这个国民美带着极大的兴趣啊 在看所有过程的时候 我也得承认 当然我完全知道 就是说 这个里边如果涉嫌到 假如他拿红十字会的钱炫富 假如有人拿红十字会的钱包二奶 是吧 假如有人怎么这些事情 那就属于这个 事可忍 事不可忍 这都不用说了 大家必须得忍 这个就不用说了 那么但是呢 我在觉得这些 这女的犯贱 觉得这女太二 是吧 觉得红十字会 假如真的这样 不该这样 不该这样指责她 我觉得 我觉得对郭美美 真是不该这样指责她 这个 这 这 这男人犯的错 这个 揪住一个小女子 这样大家出气 我觉得这不对 好 徐老师 更不要说她是卧底 这 你接着说 就说是这卧底啊 不是 我就是说呀 我先把这些理由讲了 我就是说像这种情况 你哪怕就是说 如果这些事情 得以证实的话 那红十字 确实在我心里 就是黑十字 对吧 但是呢 你们都穿黑 我一方面呢 是这么想 这些理由 咱先说了 另一方面 我得说句真话 不管怎么着 我有时候现在想啊 就是说 咱们要是一个什么 什么组织 咱开会 说她黑 但是咱们要不要这么弄她 人又搜索她 挖她的隐私 公布她车牌号码 身份证号码 她家里人 她家庭住址 在哪 哪怕你们说的热血沸腾啊 我会说 我这个保留我的意见 就或者说你们敢 我不敢 那么就说你们 你们挖出来 我可以谴责 但是我不做这个事 不是我现在有一个疑问 因为咱们三位 其实跟丹青 都可以算是文革中长大的 我其实在很多年前 就七八年前 还没有微博的时候 就那时候刚开始 有博客的时候 就有朋友问我 说你为什么不开博客 我一个本能的反应 就是说 这我开了一个博客 不等于是在 就像贴一张大字报 让大家来围观一样吗 就我在网上写日记 或者写日志 寄一些文章 我等于是我已经把我的 某种 我文字的隐私 已经不是隐私的文字了 你不能叫他日记了 对吧 你就是要大家来关注 雷锋日记就是这样 对 所以我如果 我真的有隐私意志的话 比如说郭美美 他不想让大家知道的时候 他就不会把这些东西 贴到贴上去 这是其一 对吧 所以在这一点上 他的隐私已经不分 他自己交出去了 那剩下的人肉搜索 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比如说你说 看到这个王军的 那个叫什么博爱 反正就是 一个同事 跟红诗苏卫相关的 一个公司的人 又出来说了 说这个男朋友 确实是我们这儿的人 然后这王军自己 又提供了一个 说我已经退出了 我那个包是我买的 什么等等 我认为这些都不涉及 侵犯隐私 是你当事人自己提供出去的 无论你是为了宣富 还是为了撇清 这都不是 其实我并不关心 这些细节 虽然我告诉你 就我最初的对这种 公共交流的工具的反应 和单轻是完全一样的 我一开始就是觉得 这有点像一个贴张大字报 你需要注意力 那人家注意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而且这种事情 也不止在中国 在美国也一样的 我有时候会发现 就是说你这些 一个尤其是一个人 变成公众人物之外 他就失去了某些权利 隐私的权利 别人会串出来很多 随便贴在上面 连你的私人信件 如果你是电子邮件 你转发几次 就可以变成一个公共的 现在这个信息时代 就是说我可能是书呆子 我就觉得要不说 在今天这个复杂的情况下 为什么很多时候很无奈 就是比方说 要没这个事 没有人肉搜索 那么红十字会 会不会有这个声明 最后会不会停 这个商业系统 什么红十字会查 对吧 但是我又在想 就是说包括有的贪官 要没有网络这么揭批 最后怎么能暴露 可是我又在想 那要是冤枉了一个人 那就下面的是关键 不是说这个人 比如说香港 他反贪也有廉政公署 不是也要举报吗 你报了以后 我发现你们的讨论 混淆了两个层面的问题 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个层面的问题是 我们假定反贪 促进国家政治民主 这个目标是对的 你们提的问题 这个守法是否可以不顾 是否可以侵犯 个人隐私 这个网上的群众运动 就是目的正确 可不可以守法不顾 在这个程度上 我是一部分 同意丹青的意见 我觉得不能够守法不顾 但是另外一部分 就这件事情来讲 我觉得目前 就这件事情 它起的积极的性 是更大的 在目前来说 这积极性是更大的 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会存在下去 我们永远会面临一个目的 跟手段的一个矛盾过程 但另外一个层面 就更细致的 哪一些人肉搜索 是合理的 合法的 哪一些是合理的 但不合法的 哪一些是合理和不合法的呢 哪一些 我觉得关键就是 你是否涉及 你的查的对象 是否涉及公权力 和你查的方法 是否涉及公权力 你明白 为什么大家觉得 你查他的生活方式 你去追踪 其实这个虽然你有 你满足你大家的道德义愤 但是你不太好 像文革 这个是因为 你只是在查一个女人的生活 就算她做二奶 就算她做三奶 就算她又开什么名车 这都不值得你去查 但是你查到了红十字会 查到了政府 查到了什么什么 这是涉及公权力的一个话题 我们大家 我们都有责任查 因为它涉及到 我们每个人的利益 这里边有我捐的钱 所以查得合理 这是就是你查的对象 涉及公权力 我们就有公众的权力来查 哪怕我是私人 你看 第二 让我把这个话说完 第二 我查的时候 是我个人在我的网站上 我通过公共的信息查 跟有些飞机厂商 他一登机 就告诉别人说 他做什么飞机 这个不对 因为你在利用公权力查 你是航空公司的职员 你看 所以这个 你这个时候 你是犯法的 所以就算郭美美将来 出了很大问题 所有人都见了 他们还可以告你 你这个航空公司违法 你这个职员违法 就这是两单事情 他是大贪官 你在执法过程当中 你就算是警察 你也这时候 不能用这么权力 你抓坏人 你不能用坏的手段 所以你看这里边 是两个问题 一是你的调查对象 是否涉及公权力 现在大家觉得 应该涉及 第二 你的调查方法 是不是运用公权力 这么多警察 把他关起来 到现在一字不坑 群众想怎么办 我们当然要自己来查了 因为你涉及公权力 所以我觉得 这个关键是 私人跟公权力的关系 我是想的简单 但是我是简单的话 所以你看 我也是个简单化的思维 我的简单化的思维 倒不是说这件事 我是联想起 一系列的事 就说我觉得 现在这成了一种 民间执法方式 在多起个案当中 只要执法 对这个事情 是公众话题 民间就有权力 对 有这个权力 但是整个侦查 但是侦查过程 也不能运用公权力 比如说侦查过程 这相当于什么呢 比如说公安 就这么简单 我作为民众 我对政府的事务 如果他在管我们 我们有权力 但我不能用我的 我比方我是一个警察 我把我这个材料拿出来 你滥用你自己的权力 你在查人家滥用公权力 他人家愤怒的 不就是你拿了我们大家 捐的权去包饵奶吗 说实话 这个事情本来应该 就是红十字会 和任何一个慈善机构 本来他的正常程序当中 就应该公布 他的所有的善款的使用 包括这种比例 你看这件事 引起了一个很好的讨论之后 我听到就是 大家都议论的非常乱了 比如说 说中国红十字会 据说这个善款 这个他们自己管理 就用了5% 这太高了 因为他想这个善款 是多巨大的一个 那5%就是太大了 但实际上这里边 有一个概念捆扰 比如说美国的红十字会 他在911之后 也有受到一些批评之后 他就说他没有效率等等 然后之后他就改善了 改善之后 他公布出来 说我们用的管理费是9% 在这么大的一个机构 非盈利机构里面 管理费9% 大家认为又相当好了 得到表扬你知道 所以这种时候 你要分清楚 如果他有独立的 但是这个一定要是独立的审计 不能说我说 我就用了9% 意思就是说美国用9% 所以咱们中国的红十字会 只用5% 不不 但是我跟你说 这里面又有诸多的区分 比如说我们的红十字会 和美国红十字会 不是我们这边 不是一个纯民间的 比如说政府 其实又投入很多资金 据说有将近40%几的 红十字会的现款 都是政府的 那么这部分 算不算管理费里面 明白吗 这就要我准备了一大拿 这个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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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 可以再聊一集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录像的时候 我们这个枪枪微博呀 一直跟这个网友互动 然后他们就说 说其实很多网友也没别的 你们说那么复杂 他们就想去听听你啊 骂一下红十字会 说文涛你就你就骂一下 我说不行不行 我说行 我不行 你不够红 你不够红 这个千万不能 这个网友 我们我们不能这个 红十字会做了很多好事情的 肯定是做很多好事情的 所以我觉得单亲可能 一个本能的反应也是 就是不想让这种事情 变成特别情绪化的一种 不是 一边倒的生讨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是书呆子 你知道吗 我脑子里有一个理想的社会 我有一个I have a dream 这个理想的社会啊 是个文明的 法治的 精确打击的 不伤及无辜的 或者不伤及有辜之人身上的无辜部分的 那样的一个精确的细腻的社会 我是这么一个书呆子的想象 那么按照我的这种想象 我会认为 罪犯也有他的人权 那么他就是 那么就比如说 有合法的司法程序去行侦 一个人在未被定罪之前 把整个的侦查过程全部公开 那么最后如果查下来 这个人所犯之罪 不当他所受之罚的话 我一样觉得心里不得 所以我得心脏病嘛 这他们就 这就叫完美强迫症嘛 网民冒的生命危险 有追查的人被人死亡恐吓 所以你就知道 我为什么说添堵啊 在咱们这个现实情况下 我们这个法治还不是说 很能让人满意对吗 这个监督监察机制 还不是让群众很有信心 所以毛主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为什么我说 就这个很两难的问题啊 就是你怎么办 你这个有什么好赌的 总的来说啊 大家生了一番气以后 一个是有一个宣泄 再一个是推动了一下 这种对公众组织 民间组织对公权力 有另外角度也算个是个好事 是吧 不另外还有 他的美容师也是得益的 将来生意会变好 薛老师派你当郭美美的经纪人 行吗